大家好,我是一心姐,今天做抹茶绿豆冰皮月饼 去皮绿豆,我这个配方是不需要浸泡的 用清水清洗干净,加水直接蒸就行 放电饭锅里边折水蒸25-30分钟 我一般就用煮饭的功能来蒸 在这期间我们来做月饼皮 材料有牛奶,糯米粉,白砂糖 食用油,邓面 还有粘米粉 三种粉混合起来过筛 搅拌均匀之后倒入牛奶 再倒入食用油搅拌直到乳化 水开后中火蒸20分钟 在没那么热的时候将它油成面团 用保鲜膜包起来放冰箱冷藏2-3小时 现在来做馅 有清水,抹茶,白砂糖,糯米粉,还有蒸好的绿豆 抹茶粉和水搅拌均匀 把盐,白砂糖,糯米粉也倒进来全部搅拌均匀 盐的作用是综合甜力度 搅拌机打至顺滑,没颗粒感 用筛子过滤一次 这样做出来的口感更细腻,更油软一些 倒入食用油 搅拌至油水融合,再开火炒线 先用中火炒到有点黏糊之后 再改成小火慢慢的炒稠 大家也可以用不粘锅来炒 保持翻动 从开始到完成,大概需要10-13分钟左右 相信我,只要吃过自己炒的月饼切完之后 就不会再想从外边买了 用保鲜膜贴面盖好带凉 这样可以避免干燥开裂 月饼皮分成五份 每一份的重量为88克 今天分享给大家的配方是18-50克装的月饼 每一小块分成3粒25克和1粒13克的 做月饼,重量一定要精细哟 我用巧克力粉和抹茶粉上色 上色的步骤也可以改在刚刚刚分成五份的时候做 我想因自己的心情来更改颜色 所以才搓到这个步骤做 这样就有三种不同颜色的月饼皮了 将馅每一粒分成25克 这样的搭配就可以做出50克装的冰皮月饼咯 这是炒熟的糯米粉,用来防粘贴 准备工作马上完成了 咱们开始做月饼吧 将皮转成一个小块 再把馅放上来 再把馅放上来 用手糊口的位置慢慢推动河口就可以了 放点糯米粉防止粘贴 自己做的月饼新鲜又好吃 我这个配方做出来的月饼放几栋里边 一个月内吃完都没问题 如果放冷藏保存的话 三天内吃皮都不会开裂变形 高大上的冰皮月饼就这样做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咱来做个双色的月饼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整不同颜色的搭配 上星期我还做了广式的咸蛋黄白莲蓉月饼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击右上角的链接 观看详细做法 个人感觉我这配方的甜度跟口感都是非常合适的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整馅的甜度 我额外多做一些准备送给要好的朋友 试问中秋节有什么比送亲手做的月饼更有新意呢 是不是很漂亮呀 配上一壶中国茶就算生在海外 也能亲自动手制造传统中秋节的氛围 既为家人开心也为自己感到骄傲与幸福 这是我频道过的第一个中秋节还蛮有意义的 祝大家有个平安喜乐团圆美满的中秋 好了我是一心姐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请记得打开小铃铛订阅我的频道哦 咱们下次见 还更新 Bye em Creative